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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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您别难过 妈妈 妈妈 我打电话报警吧 妈妈 喂 喂 怎么不说话呢 佳星 佳星 你没事吧 智秀 智秀也没事吧 真的没事 到底怎么回事 绑架犯是谁 你们不用急 进出口公司赵总的女儿 跟我们开了个玩笑 找我和智秀 有点事要说 什么 是进出口公司赵总的女儿 雅美 说没什么事 两个人都很好 妈妈 具体的回去再跟你们说吧 我先把智秀送回去 这么晚了 他一个人在这儿不方便 你现在在哪儿 我去接你 江仙 把他们接回来 把智秀也接回来 是 爸爸 我连小也没有想过 雅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都是你以貌取人的后果 看你现在把事情 弄成什么样了 我无非 你还有话要说吗 你对智秀从来就有偏见 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谁合咱们一条心 雅美倒好 她背后的光环 把你骗得还不够苦啊 智秀 除了是韩国女人之外 那么她难道就没有任何一点 和你的心思吗 我也不再追究责任了 我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 我只是希望你以后做事情 有点分寸 下次不要这样了 以后不要做这种荒唐的事 万一我再有这种事 可千万不能像今天这么冒险 我今天也没冒险呢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人家让你自己来 你就自己来 万一有什么情况 你一个人该怎么办 你别破破妈妈的了 如果换成你不也一样吗 你要是出点什么差错 我会发疯的 以后再有这种事 不要总想着我 要先照顾好自己 以后别再让我担心了 我不想让你遇到任何危险 你放心 我记住了 我就听你的 你别说得那么严肃 我以后不这样做了 还不行吗 你看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都要掉下来了 他们自己会慢慢垮掉的 就是我不对他们怎么样 他们自己也受不了 知非啊 他们的感情 现在就像乱草一样的疯胀 早晚会失控的 你 你到底想什么呢你啊 程敬雄让您变成这样 他理应受到惩罚 只要把他的子女毁掉 他就会彻底完蛋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知非 你原来可不是说这种话的人啊 你到底在谋划些什么呢你 谋划 其实我什么也没谋划 即使我不出面 老天也会替我们报仇的 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而已 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无所谓 反正 我对程敬雄也没做过什么好事 您这是什么话 算了算了 这事没必要让你知道 我现在挺好的 武士已身轻 我现在啊 也不想什么发展事业了 我只想啊 看着你们 好好地过日子 我也就度过我的余生了 再就是啊 给我的女儿 找一个幸福的归宿 女儿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有热情 有漂亮 他要是没有男朋友的话 我看 当我的儿媳妇蛮不错的嘛 爸 知非啊 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啊 爸爸 真希望你能早点成家 现在爸爸的心愿 就是希望能早点 吃上儿媳妇做的饭 你不想着给你的 Click 你不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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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就能遇到你 你拿这个干什么 这还不算 你又冒冒失失的跑到这儿来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们的关系还没发展到那种地步 这香槟到最后 还是得由韩主任来跟我共演 你这是什么意思 韩主任昨天不是在酒吧说过吗 不希望看到总经理跟金智秀 那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你在说什么 我想不起来了 你忘了 我可替你记着呢 你现在干嘛说这个 我那是酒喝多了 胡说八道 你干嘛对我遮遮掩掩呢 我又不是不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胡说什么 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又不着跟我那么针锋相对吗 在我看来 韩主任还是比较有魅力的 韩主任 其实 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你和我 都看不得他们那么幸福 黄启尖 没看出来你真够阴险的 你跟我说这些 到底是什么目的 要是我说 我喜欢上韩主任了呢 不用那么紧张 我只是觉得跟韩主任在一起很开心 韩主任好像不愿意跟我说心里话似的 可我倒觉得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 还是跟我上一条船吧 黄启尖 我和你上同一条船 那会怎么样呢 我可以替你收拾 程嘉兴和金志秀 说真的黄启尖 那你想得到什么 你这样做绝对不会是 无缘无故的 你把我想的也太坏了吧 黄启尖 你真是个琢磨不透的人 掩饰自己的内心 真的是很难受 我希望有一天 能够彻底解放自己的内心世界 好像半路跑题了吧 那你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 我只要求你站在我这边 有空的时候和我聊聊天 妈妈 我和芝秀已经商量好了 爸爸 我们要结婚 杨美的事情现在已经解决了 之前两家说好订婚的事 也应该不算数了 杨美还说 他家的事情 他会解决 公司那边 关于出口的问题 也应该没有压力了 要是这样 我不反对 金熊 我也不反对 不是 应该是举双手赞成 最开始 我就站在智秀姐姐这一边嘛 妈 您呢 我和芝秀 不管有什么阻碍 我们也不会分开 妈妈 您就答应我们吧 我和芝秀 一定会对您好的 芝秀 芝秀 你干什么 快起来 快起来 妈妈 我也知道我有很多不足 不过 我会加倍努力去弥补 我会努力做一个 妈妈喜欢的儿媳妇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爱嘉欣 不过 如果您反对的话 我们就不能结婚 对 绝不结婚 快起来吧 请接受我吧 认识嘉欣以后 嘉欣她给了我很多的爱 我也想把这样的爱 全部的奉献给您 想把我做女儿的孝心 献给嘉欣的母亲 妈 我现在和芝秀 就像一个人一样 您就接受我们吧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人都快起来吧 你 你妈也是啊 通过今天已经想的很不少了 嘉欣 你赶快送芝秀去休息 她今天一定很累 好 快去 志秀 结婚的东西 准备的怎么样 没坏了吧 本来啊 我应该帮你的 可是公司最近太忙了 越是在这个时候呢 我越应该 在老爸面前表现得好一点 如果江现在就好了 至少他可以帮我 可是他已经离开公司了 为什么不说话 妈妈他怎么样了 我已经做了好多妈妈的工作 是因为他才闷闷不乐吗 我不是说过了吗 如果他反对就不会结婚 别担心 自从雅美事件之后 他没再说什么 可那还不够 应该从心底认可才行 我不是让你相信我吗 还来得及 我们距离婚礼 还有一段时间呢 希望你呀 一定会的 我要让我们的婚礼仪式 非常的有意义 我要让你得到 所有人对你的祝福 其实 你已经是我们家的一员了 你一定很累了 可妈还要来这里 我有话要跟你说 这里不是很合适的地方吗 那说吧 如果太固执一种想法 就会被他困住了 看看你现在 不就是被困住 让自己无法动弹了吗 连这个都被你发现了 我可真是够失败的 是啊 我掉进陷阱里了 而且是我 自己挖好的陷阱 那就快爬出来吧 如果你太累太辛苦 那就找周围的人帮忙 你不是有很多的朋友 可以帮助你吗 朋友 我没有 怎么能说没有呢 不是有家梦吗 不是有家梦吗 你能不能换一个话题 我总觉得 只有家梦 才能包容你的一切 他能带给你温暖 能给你一个 静静休息的港湾 快去找他吧 我们回去吧 江线 你可真够懦弱的 怎么这么让人失望呢 你快睁大眼睛 好好地看看周围的一切 别总是自己 跟自己过不去了 只要你愿意 完全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那你希望我做什么 我怎么做你 才能舒服一点 难道要我为了你 去跟家梦结婚吗 江线 如果你真的希望的话 我可以没有做 那是吃取小事 这么说 只要家梦能够接受 我可以马上在你面前 拜堂成亲 这对我来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 江线 不过从感情上来说 这可能吗 我们都是韩国人 要是我跟家梦结婚了 你跟家欣结婚的话 那我们到底成什么了 我只是 真是可笑 我弄错了还一错再错 我还以为 只有我心里难受 没想到你也一样 请你不要这样说 那你希望我怎么说 你以为现在我能够说出好听的话来吗 我很痛苦 我痛苦是因为你对我们的关系 根本就无所谓 你只是爱着家欣一个人 但我不一样 我受不了 我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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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吃饭 Champ, 哥哥 我问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只会 你还不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什么事我们坐下来说吧 你别走 别离开我 我不走 我不会走的 我会永远的留在江县哥哥的身边 留在我身边 你心里很难过吧 有点难过 我不想 让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心里疼 让我为你抚平伤口吧 在你好起来之前 我不会提出任何要求的 我会一直留在江县哥哥的身边 替你抚平伤口 我要回韩国了 我知道 我知道 陪着我 你快点 放松一点 他不喜欢我 我还是别去了 那也没办法呀 他就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 我们去消除误会 还有 我们需要替程总道歉 懂吗 你看我今天穿成这样 我见我女朋友的父亲 怎么着也得穿体面一点吧 挺好的 凑合着吧 凑合 你什么都好 就是衣服穿的不怎么样 总经理怎么能穿成这样呢 你敢取笑我 不去了 快点走吧 别让他等着急了 我爸说想见见未来的儿媳妇 谁是你爸未来的儿媳妇 你说话太过分了 这话 我怎么觉得不过分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别误会 你究竟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战略伙伴吗 我爸想见见我的女朋友 你觉得 我还能请谁帮忙 黄其坚 我从来都没有接受过你的提议 其实我也是一样啊 还没分清敌我 怎么能让我爸爸露面 请进 你先进 快走 来 快点 洪总 您看谁来了 他就是 洪总您好 我知道洪总您不喜欢嘉心 不过现在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爱他 坐 坐呀 怎么站着 洪总 来来来来 坐 你们以为 我在这儿 是虚度光阴了吗 洪总 我把心中的各种欲望 把愤怒 把仇恨 全都排解掉了 你们看 我现在过得多熟悉啊 洪总 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到现在 我还因为失去弗林这个对手 而感到遗憾呢 哼 嘉心 我现在了解你了 你跟纸秀 一样都是非常善良的 好了 咱们就不谈公司里的事了 把这些事忘了以后 这心里啊 多轻松啊 我不知道我能替我爸 做点什么呢 不不不不 你啊 也不是很了解你爸爸 再说了 算了不谈这些事了 我不愿意让你们这些年轻人 知道我们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哼 洪总 我可能很快就要和嘉心结婚了 是吗 结婚就结婚呗 什么叫可能结婚呢 本来就是嘛 你还没有完成我留给你的作业呢 你妈妈同意了吗 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程嘉心向你保证 好 知秀 我祝福你们两个人 不过 知秀 说实在的 自己的女儿出嫁 我 我这心里头 也不是很舒服 洪总 我结婚那天 您得带我进礼堂 您看可以吗 好啊 不过只要程总才同意才可以 知秀 那你从现在开始 就叫我爸爸好吧 太好了 谢谢您洪总 爸爸 爸爸 好 好 在这之前 我一定要见程静雄一面 见我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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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哈哈哈哈哈哈 真是太棒了 我还以为是一根进洞呢 年轻人真会开玩笑啊 哈哈哈哈哈哈 听说 最近一段时间 你已经把工作理清了 嗯 这个 还多亏 江总监做得仔细啊 还是你有能力啊 所以这么快接手 好好干啊 我很快就会提拔你 当总监的 那 那江总监以后怎么办 我准备把江线 派到韩国的分公司去 我准备把江线派到韩国的分公司去 这一点 我要把最好的婚礼送给你 邀请洪总 再找到你的亲生父亲 这一切 都包在我身上了 可是 什么可是啊 我老爸 一提到洪总 和福林公司的事 就有点失去理智 反应过度 说敏感 还不如说是有点反应过激 甚至于 有点憎恨和讨厌 那 洪总不能参加我们的婚礼了是吗 那就不一定了 不过 的确有点困难是吧 难度吗 还是有一点 洪总和我的父亲没有什么两样 结婚时 我想往着他的胳膊走进殿堂 再说 只有洪总才能使我们的婚礼更有意义 我想借助我们的婚礼 消除总裁 和洪总之间的不和 当然了 这样是很好 我一直在想 我老爸为什么只有对洪总这样 我和他的经营哲学部一样 但是在其他问题上 从来就没有这么尖锐过 自从 福林被死允和平之后 也没什么太多的摩擦呀 到底是什么理由 我爸也不会因为他是竞争对手 才对他这样 这不是他的风格 即便如此 他对其他公司的态度 也应该是相同的呀 洪叔叔也有点怪 我记得每次提到总裁的时候 我都觉得除了生意上的关系之外 还有一层个人的关系 唉 不想那么多了 我们要一直这样年轻就好了 这老年人的世界真是复杂 获得所有人的祝福 真是有点难 嗯 我特别想骄傲的 他对我妈妈说我很幸福 要是能把这种幸福带给所有的人 我想妈妈该多高兴啊 别担心 我是谁啊 程嘉兴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只要为了你 什么事我都可以做 我先谢谢你了 谢什么呀 你不相信我 相信 还有我这样做 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 看看洪总 现在他有多熟悉 我希望总裁也是这样 他就要成为我的父亲了 不能让他 就这样沉重的过一辈子 你说是吗 爸 叔叔 一直叫你爸爸 突然改口叫叔叔 真有点不习惯 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我来这儿就是想告诉叔叔这个消息 我对叔叔 这是又感激又对不住 如果叔叔是我的亲生父亲 那该有多好 那段时光虽短暂 但那种找到爸爸的感觉 让我觉得像拥有了整个世界 虽然没有找到爸爸 但我也很快就要有新爸爸了 我也快有自己的新家了 你也喜欢打高尔夫球吗 常来玩吧 要好好的练 这种球 要经常的苦练 爸 我来找您 是有点要紧事要说 什么事啊 您知道 芝秀在福林公司待过吗 他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知道 嗯 你要说什么话 那么犹豫啊 这修一直把洪千里当成爸爸看待 爸 您跟洪千里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你不必知道 那就算了 您不想说 我也不想刨根问底 不过我还是希望爸爸 能够接受我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啊 你也知道 芝秀在中国没有什么亲人 所以我们希望洪千里 能够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 爸 我只是想 让芝秀拥有一个完美的婚礼 洪千里能参加呢 也是芝秀的一个心愿 在这件事上 我没有资格发表意见 不过我希望为了我们 爸 把过去的纠葛忘掉吧 你在说什么呀 洪千里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 怎么参加芝秀的婚礼啊 他已经醒过来了 他把住在医院这段时间的事都给忘了 可是以前的事完全没有忘 什么 洪千里醒过来了 是啊 爸爸 爸 你怎么了 洪千里醒了 他终于醒过来了 看来他没有完全地背叛我 背叛 爸 我现在很困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他的反应 很出乎我的意料 他知道你醒过来之后 居然还松了口气 是他把你害成这个样子 怎么还会 你一定在搞什么把戏吧 要不然你怎么跟程静雄见面 那您告诉我 您跟他到底什么关系啊 先回答我的话 你干嘛总关心程静雄的一举一动呢 既然您不跟我说 那我也不会跟您说的 好吗 妈妈 我要把智绣接走了 看月亮 看月亮 爬上远方 那我抱来 越光燥在我的肩膀 操作 感觉你心跳动人不可求 这眼神让我幻想 唤醒未来爱的方向 我曾经的伤心往事 感谢了你懂得欣赏 今夜我只想陪在你身旁 因为肩上有最清澈的月亮 如水以月光洒在你我身上 温暖所有夜晚 今夜我只想陪在你身旁 陪你看月空最温柔的月亮 让月光为我们照亮 明天所愿梦想 我只想陪在你身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许是前世前下的约定 也许是前世前下的约定 外面车都闪烁 去哪里不要问我 不管有谁来问 不管他怎么说 爱让我付出不管有何结果 全被你所有 从来就不曾相信我灰云的不知所措 爱让我付出不管有何结果 全被你所有 全被你所有 不是说好了要今生今世的忙 爱让我付出不管有何结果 全被你所有 从来就不曾相信我会远的不知所措 爱让我付出不管有何结果 全被你所有 不是说好了要今生今世的忙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